因为接下来选举就比较过敏 大家也都忙了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大概就暂停 我们等待下一任的政府 像空总的话 其实各个候选人 我很期待 下一任的谁选上台北市长再说 对 在这个因为接下来选举 就比较过敏 大家也都忙了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大概就暂停 我们等待下一任的政府 像空总的话 其实各个候选人 我很期待 下一任的谁选上台北市长再说 对 就是所有候选 你也可以提出对空总的一些看法 OK OK 在我认为 我是认为是要中央跟地方合作 来共同去成就一件事情 这个是属于国家的事情 不是光属于台北市的事情 这是我们的期待 但是对于现在的政府 就是现在的 我讲 简单讲就是柯文哲政府 我再讲两件事情 除了这两个 一个就是流行音乐中心 流行音乐中心 土地有一部分是市政府的 有一部分是国有财产局的 上面的建物六十几亿 全部是中央文化部编的前建 台北市的时候编了两亿多 总共大概62亿 63亿左右盖好 当时在新建的时候 有高雄的南流 跟台北的北流 就想说这个流行音乐中心 盖好以后 交给地方政府 去营运 这个当时在新建的时候 跟地方政府就有这样营运 所以高雄都很顺利 我们盖好以后 把建物跟土地 全部移转给你 我怎么免费呢 免费 我投资了几十亿 几十亿你们建的 他是出两亿 六几亿他出两亿 然后你建好 然后给他 全部移转给他 希望你来接收 你知道态度是什么 我不要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死 我坦白讲我也不知道 他可能 我判断 可能怀疑这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阴谋 我判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